一樣可以做完 所以你們有時間的話自己玩玩看 表單裡面三個東西 這個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段落 然後意見是比較長的 詳細段落 再把它做 發佈出去 當然它這邊有一個眼睛 可以做遷入 我印象中是 它這個又換的位置 遷入應該是在這邊吧 這邊有一個 可以等一下再找一下 預覽從這邊 你從網頁也可以做連結 那其他遷入到手機 我這邊有試了一下 其實還蠻OK的 就是說做完之後 可以從這邊預覽 我這邊是連結到 這一個 意見 意見回覆 填完 也可以看到 OK 這樣的話我覺得就蠻完整的 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那另外至於動態的 動態的 剛剛是靜態對不對 等一下來講動態 這什麼叫動態的 這個地方就是說 我不需要去增加 020304 就是後面的 那三張 我按這個的時候 它是動態的幫我把圖放進來 我基本上是不會動的 它這個裡面都是固定 只有 寫就是那個 一個一個頁面 就是我們原來那個頁面而已 不需要增加 那這裡面的話 需要寫一些JavaScript 那怎麼做 我想各位先把剛剛的部分先完成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可以先試試看 自行建立一個表單 可以讓使用者填 那如果它填的 什麼什麼什麼名稱 然後什麼什麼意見的話 其實按提交有沒有 它也可以到哪裡呢 到你的 那個 就是 這邊有個回覆 回覆裡面呢 會出現在你的什麼 這個你也可以從那個 Google試算表裡面去查看 這個部分的話有空 自己先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利用那個Google試算 Google表單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不需要駕站 你只是一個很簡單的 取得使用者端的一些 一些information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OK 試試看 等一下再來看 如何 做成動態的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 將那個 這個 剛剛的相片欣賞 改為動態的 用 JavaScript 去動態的去把那個圖 抓出來 放在那個什麼 放在這個中間的位置 就是我們那個什麼 圖檔的連結的位置 那首先 需要做幾件事 第一個 我們就不需要後面的 三個頁面 但是第一個頁面還是需要 也就是以那個第一個頁面為主 好 那需要改哪些地方 其實我有截圖了 前面的地方都不用改 只要改 幾個地方 第一個 back的部分有沒有 本來下面那個ID有沒有 不用加 但是 這裡的話請各位 要幫我加個ID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不加ID的話 他就不知道說呢 他這個按鈕 你按下去 它會對應到哪個事件 去執行哪個方法 這個感覺其實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 Android那個也差不多 它就是一個什麼 UI 那在那個 以前Android不是有 FindView把ID 它不是 它不是 它是 它是用那個 其他的也是一樣 類似的觀念 就是 在我們這個 文件裡面 有一個叫做什麼 叫showpref 這個ID 就用這個ID去抓 然後呢 下一個NAS 特別之外 連結也是 加一個警號 下一個的話 其實要改 就是改第一個 改這個地方 第二個的話呢 下面這個 把他截圖了 這個 改 show 記得字不要打錯 showNAS 然後警字 這兩個改一下 其他的位置跟 之前一樣 對不對 再來呢 把程式寫上去就好了 程式寫哪些地方 OK 特別注意 寫的位置 我有幫各位截圖啦 就是記得是在那個 這個head的 有沒有 的上面 所以你只要記得 找那個斜線head 斜線head的 上面就對了 所以也就是說 你們將來那個找 如果是原來這個 他應該 這個是還沒還沒寫的 就是 用靜態的 那我建議是把它切成程式 往下找 head 所以你把那個 貼到哪裡 貼到這邊 對不對 然後程式的話呢 就直接 從 這邊 複製到這邊 Ctrl C 貼的話 記得貼到head上面 當然最好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自己重新再打過一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面到底做哪些事情 其實 這個也很好理解 因為現在的那個 物件導向的觀念的 程式開發 它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 哪些地方相通的 也就是說 第一個 第一個 我已經 先 做了一個什麼 就是 先建了一個名稱 名稱的部分是 在什麼呢 在 叫這個名稱 有沒有 前面多一個警字號 表示是一個ID ID 叫這個名稱 後面有個方法 我 用什麼 byte byte實際上就是連結啦 就是去跟那個什麼東西連結 跟那個 Click事件 也就是說 當這個button被Click的時候 我去呼叫什麼呢 逗點後面就是一個方法 或者你叫Function也可以啦 就是連結一個Function 那個Function 實際上就是一個方法 因為它沒有回傳值 是一個方法 那 這個方法在哪裡 其實就上一筆 下一筆 一樣 其實就是連結 我們NAS的那個按鈕 有沒有 然後呢 byte 連結一樣 Click 當它被Click的時候 那我這個Click是一個事件 所以以後 你們在撰寫 JQMobile那個相關程式都一樣 反正你就是 它裡面有固定幾種 常用的事件 包含它你可以什麼 向右撥 向左撥 其實也可以改嘛 放大 縮小 那個都是事件 當什麼事件發生的時候 做什麼事情 做這個事情 那方法在哪裡 各位往下看有沒有 這個方法就在這裡 上一筆 下一筆 它一定是 Function開頭 它的名稱 有沒有發現 這個名稱是哪一個 就這個嘛 所以當它被點擊的時候 那就幫我執行這個 所以這邊的話就執行它 就上一筆 這個是 它 所以當它被點擊的話 就執行這個 OK 好 大概應該邏輯清楚 那 所以 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會有幾個變數 這個VAR就是 JavaGQ裡面的變數 那預設是index index就是我們現在的所影值 預設等於0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 Current的那個 現在的那個什麼 名稱 Current Image的Source 就是那個圖檔的檔名 跟它的書籍名稱 那 這個應該是不用 這個應該是多的 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OK 理論上 是這個index跟哪個圖檔 那圖檔名稱我把它寫在這裡 它是一個陣列 這個陣列裡面 放了4張圖 4張圖 其實這個圖檔名稱 就是image底下那個圖檔名稱 所以有1234 4張圖 那如果說我今天 按一下 下一張好了 下一張就是把index加加 那index加加是index等於index加1的意思 加1之後的話它本來是0 那就變成什麼 就是下一張就變成說 第一張了 然後呢 如果index 大於3的話 那 index 等於0 也就是說它的順序一定是0 1 2 3 如果大於3的4的話 就回到 怎麼樣 第1章 就讓它循環嘛 不然就 0就第1章 一直到第4章了 它就歸0了 那其實這個上面也是這樣 減減 如果說它小於0 小於0就負1嘛 負1的話呢 那就再循環過來 所以它會造成一個循環的效果 好 那就怎麼樣呢 取得那個 圖檔名稱 我這裡好像 我這邊好像沒有加那個圖檔名稱 所以其實這一行其實可以拿掉 應該只要下面這一行就好了 就是怎麼樣 去顯示圖檔就可以了 其實這一行 我確認一下 這裡面取得 這應該還是要保留 取得那個圖檔名稱 然後放進來 之後的話呢 給什麼 給這個叫 book picture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好像還要再設定一下 我們的那個book picture 所以book picture裡面 我把它再切回到分割好了 那book picture在哪裡 實際上就是 這個中間這個位置 這個東西有沒有 你要把ID 要改成 book picture 它就會幫你顯示在這裡 所以會多一個畫面 我等一下會幫各位再截圖 這個地方的 名稱 預設好像是沒有 沒有名稱 那你把它改一下 先確認一下 那也就是說呢 他如果抓到那個 圖檔 然後就幫你把它 change過了 所以這個地方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在雲端上面 有 幾個畫面 跟最後的程式 那做完之後的話 你應該理論 把它 執行一下 就會看到那個 就會看到那個 相片欣賞 裡面的話會有 下一張 他就 幫我抓下一張的圖檔 並且放在book 這個 picture裡面 OK 那 再下一張 它又歸零了嘛 3 然後呢 再到零 然後1 2 3 再到零 所以你一直往下 他就一直 怎麼樣 又幫你歸零了 上一張也是這樣 負1 幫你跳到3 所以負1 就跳到3 OK 那永遠不會重複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也就是說 當他點擊 他就會去執行那個方法 那個方法的話呢 就會去看 正列第幾個的圖檔 那就去 把那張圖調出來 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所以 用這種方式 就不用怕說 你的圖檔 數量會非常大 反正你數量 你只要先建一個 那個正列 反正那個正列 最多幾張 你就讓他 設定一個上線跟下線 他就一直跑 一直跑 跑到上線了 有沒有 0123 如果4張的話 就0123 如果以後更多的話 比如100張 就0到99 然後 你就建一個正列 他就會自動去幫你 把那一張圖 自動就顯示出來 這種方式的話呢 當然就可以 如果你圖檔數量多的時候 就比較不用擔心說 你必須要一個頁面 一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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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去做 那這個方式 尾度在金度 那你就可以呢 讓Google map指向你要放的位置 不過到底也是一樣 如果你有 很多景點的話 當然可以動態的把金尾度 給Google map 他會動態的幫你顯示出來 那這個部分我想各位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 我們先把這邊先解決 那下一個禮拜的話 那請各位先把這個 記得 把它存檔一下 上個禮拜 如果放桌面 你要記得 把它 把它摳走 不然下一次 來的話 它又重來了 所以請各位先 今天的話 就先講到這裡 下一次的話 我們就是 再來 跟各位講一下 有關那個表單 放進去 但是這個有個問題 可能你在這個地方看 可以看得到 但是手機 像 有同學很認真 回去就把那個表單部分 遷入進來 發現一個問題 它在 網頁上沒問題 可是在手機裡面 就會有問題 手機上 居然沒有載入 這個怎麼解決 我想下一個禮拜 我們再來看 先到這裡